Hello 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6月4日星期二 隔了一段时间没有拍片 最近有点忙 接下来有一个挑战要处理 这个星期会好一点点 先讲一下恒指 恒指在上日 这一天有一个反弹 我记得我们这一天拍片 估计它也会有一个反弹 但是没有想到它反弹后 然后再打 当时星期一回来的解释 都是唯一的那样东西 就是在6月前 杀了那些牛仔 然后就压低它 就做完6月 就准备6月 唯一就是这样想 都没有什么原因 你看回现在它又没有东西 什么事都没有 今天主要就会讲三件事 这三件事都有对市场有点影响 今天走势都算是这样的 去到美市 为什么会跌呢 应该大家都很担心 其实你看回分市图 这里做三个顶 每次做三个顶都一样 然后你看RSI 是背持到疯了 这里很明显就有一个大 就是越疯 你想想压到到50线 压到到中线那里 你想想它是压缩得多厉害 所以这里的急跌也是合理的 见几个都是 比如这些你见到 就开始背持 那它就会反弹 往往都是准的 往往都是准 只是你弹多少 这里就很明显 它都是在压缩 做了一个背持 然后它也会反弹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也有个原因 有些可能觉得 A股不撑呢 就立刻扔下来 也可能是欧盘开了 欧盘开了 欧盘开了 昨晚美股这样 它有些累积 就是设置了盘 摆在那里 都有可能 早上做蜇的都不出奇 这个我也觉得 不能够排除 那么 但是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就是什么呢 你看到美金 美金升 我们当然要约 即是它急升 大约在15点左右 这里也算是慢慢忙 那么大约是14点几分 15点左右 就抽了上去 这个美金 而这件事又不是不奇怪的 因为多时都是这样的 这段时间 你看到美金 每天都在上上落落 坐下坐下 但是 最奇怪的是什么呢 就是 在这个时候 竟然 日日日 都是 升的 日日日都是升的 看到什么 低是升的 减是升的 那么 那么 很奇怪 什么了 就是不会的 通常日日英 美金升 日英是下跌的 多数都是这样的 其实前半段 都是跟的 下半段也不跟 就变成这样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说 日本的引央行副行长出来说 说 市场就不应该用日日日的利率 来判断 判断 那个 货币政策 或者财政政策 但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应该是看 我们的考虑就是主要是 处理经济 以经济为优先 那么 在这里出了 他说完这番话 你不会用匯率来做控制的时候 咦 他日赢就 摆强了 那么 这个就有 这里我觉得是引伸了 两边的想法都有 有人怕 有人不怕 两边都有 所以才出现这个情况 今天在群里面 我看到就说 这个情况 应该是令到我们 我们恨子 突然间转跌的一个原因来 但是这个情况 不应该长期保持 所以其实 技术性上去看 应该就不是这么担心 这个就只不过 现在这一刻去判断 但是你说 这个图 判断转弯要升 判断 但是不一定会升 这个我不可以肯定 我这两天 从这一天掉下来之后 我觉得这个位置 转升 会比这个位置转升 的言论 我也是这样认为 然后出了一个政策 之后就叭叭叭叭 这里就被他做了 收到尽去结 然后他现在做回讨 做回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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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连续都在这些筹码区 是很紧凑 很紧密的 破不了 特别是184这个位置 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这个位置卡住 那我们昨天 早晨明灯就设置了两个位置 一个是18330 然后一个是185附近 形成了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就会在那里上落 那 结果他真的是这样 在那里上落 那我们现在就见 他有没有可能升穿呢 那下一个位置就是十天线 十天线就大约都在185附近 明天过不过 如果过到 那么 当然你追着那个线去看 当然一条条看 是的 但是 我都认为 他在这个位置 过了十天线之后 他二十天线 188 188到190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这些人在这里 很多人走不了 所以去到这里 他都有机会 会出事 就是如果换一个角度 你在这些位置 你消化了 我可以消化了这些线 这里已经消化了这么多天 我去到这些位置 都能够消化到 这些大约是 多少钱 等到188 188到190 这些位置 都做了 他那一刻就会升得快 如果他做不到 那就要小心点 就是我们用一个这样的角度去判断他 那接下来有些什么要考虑呢 就是PCE 然后还有 CPI 还有 CPI的同一晚 就出FOMC 就是6月12日 星期三 八九点 就出这个CPI 然后晚上 就出FOMC 就是FOMC 开会了 其实FOMC 是那个 那个 那个 组织 就是那个 那些组织 那些组织 接着他们开会 出来就会有个意识结果 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那这里 期后他会有些经济展望 还有会讲一下 接着下来 究竟放英 放甲 如果放甲的话 那市会上升 放英 那 反而应不到去哪 我反而觉得 这次是 会影响市 但是大家会想 你应该有多少 因为经济都开始差 那么接近 还有些 失业率 失业率 我不知道哪一天 总之失业率 现在是3.9了 升多一个0.1 去到4.0的话 或者是3.9也好 那就没什么 4.0的话 市场会怎么想 这个 都未必一定很乐观 这个要留意 再加上今天日元出了这个状态 这个就是大围经济的东西 但是这些大围经济的东西 其实是主导最大围的一个走法 这些经济的走法 你离不开的 但是很微观 去到个股上面 或者去到这些 那这些另外 再有一种重提法 那 昨天就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就是这个BRK BRKA 这些股票 突然之间就 刮了 跌了很多 然后也有很多人 就说我买了 怎么办 结果好像都说 Alance 出来说 所有交易都不算数 就是当没有算数 没有做过 这些都合理 一定是有些事情坏 之前 道指都是这样坏 不知道坏什么 也都是停了牌 道指和标志停了 一段时间 不能报价 如果经常发生这些事 会令到市场走 这些人会担心 就是要小心 所以他都要找到原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到他这样 所以如果他再来两三次 你自己的货 减轻些 为什么叫减轻些 是不是说很害怕他出事 而是大家会有 开始有些 会不会出到 有一次是解决不了 或者要很长时间才解决到 或者令到他停牌 或者甚至乎交易停顿 这个要注意 所以你不要太重货 在美股里 美股这两天都很厉害 前天 一个大兜底上回来 然后昨天 又是大兜底上回来 前天可以超跌反弹 昨天呢 除了刚才说的 BRK这件事 也有些影响 我想大家都害怕 但是 另外一件影响的是什么呢 就是 油价 油价 今早我们说过这件事 油价跌得很厉害 油价跌得很厉害 最主要就是因为 那几条贸理 OPEC那几条贸理 就是整天都说 减产是你 家产是你 就是 陷家产 就是减家产 就是减家产 就是真的 不断順順順順順順 那也只有一个说字 那原于是什么呢 原于就是最近开会 就说 喂 我们那个减产协议 就是很强势 那时候拍了 胸口插刀 我一定要减产的 抗衡美国 这个霸权 这个叶岩游的霸权 人们都不知道 憋得多开心 都未开足弓 那你们真的被他按住 现在 那 当时都说 我都说 一路由 俄乌打完仗 再下来 一路都说 油价正常 应该就在75到90之间 就在这儿浮沉 就一路一段 长时间都是这样 现在一路长时间都是这样 去到80多都上不了 去到90了 唯一就是跌穿过60多 就是差点的情况下 那时候 那是什么原因 跌到60多 我都不忘记了 但anyway 他就出来说 就说 我要加产 我要减产 那整班一起减 那这个协议 本来去到2025年的9月 那 亦都说 在你开这个会的时候 都说 我们继续保持这个 不过 不过 这个协议的成员 国 大家的成员 有些兄弟 大家的 就说 你们可以在2024年的10月到2025年的9月之间 自愿地 退出这个协议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玩完了 就是捱到10月份 那大家都加产了 为什么呢 因为减产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令到油价上升 我不记得有多少估议 听了我很久了 两三年前 都是讲油的时候 我已经说 你做这些东西是没用的 因为你这样只是给了空间 美国佬 把多些油出来 你这样做 就是自己拿自己的理解 你一减 他那边就谷了 是吧 你做这些东西 除非大家都谈好了 如果他不理你 你只有格格战 基本上你只有格格战 除非你和他的门纜 或者有个同质化不严重 你的油和那些油不同 你的油 假设你进一口 就走两公里 他进一口 就走一公里 你赢吧 这样就可以 要不然没有分别的话 你除了格格战 是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做 没有什么可以做 要不然你是很强的 输入国 那你 不让他进来 这样可以 就是打贸易战这样做 这样可以 但你现在不是 没什么可以做 所以 在整件事上 我们很久之前也说过 沙特艾美那件事 沙特艾美这件事 不是傻子 其实你来香港上市 是做大个数 但是 会沉下去的 因为 我们说了无数多次 逢亲老牌大的公司 除非他的行业 有突然之间改变 他需要扩大 否则的话 他突然之间 背着一堆东西上市 多数都是出问题 多数都是出问题 很少看到不是出问题 当年 我最记得我说的是 什么 我应该是 双湯 讲双湯 当时很厉害 通常公司这样 都是有问题 财政一定不够 跌过都是这样 有的跌下来 所以 其实沙特艾美也是很惨 因为沙特做了很多事情 首先 沙特艾美很强 但是 因为 油的用量 油价 又有环保能源 电车 接着 有美国的挑战 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差 沙特的财政 其实沙特的财政 开始有点 不是那么理想 他在这段期间做了很多投资 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 结果 挖发了很多债 结果 他也是没办法扭转这个状态 所以你说 现在他再这样走的话 你去到后期 他的油价上不了去 那么 他赚到不够 但是又要减产 那他不够用的 那应该是钱不够用 不是油不够用 那他只能够加产 是吧 那恶性循环油价就跌了 用不了 消费不了 是吧 什么叫做生产过剩 就是你生产的东西 生产到 连世界都消化不了的时候 那还不叫过剩 是不是 譬如我这个地球有70亿人 本人最佳一箱拖鞋 乘以 给你放在收藏 好吗 那 140亿拖鞋 如果你三年里面 两年里面 你都可以生产到 100亿拖鞋了 那我当你拖鞋了两年 那其他人都生产的 不是你生产的 那你还不是过剩 那这些就是过剩 那过剩是什么 求售 求售最佳的方法是什么 减架 就是这样 恶性循环 那些 就是没得 你没得搞 所以 也都因为这样 油价就 轻轻地 轻轻地 你会看到其油 是 还在跌 还是不是跌完 还会跌 那这些 就自然影响了什么 今早就说了 有机会影响到我们 三通友 那只要做三通友 就真的 应该是下跌了 不算跌得多 就跌了1.6 那 883 这些就好些了 如果你说 386 也跌1.6 那这些很明显 就是确实影响了他们 那其他 相对来说 其他股就升了 大多数都升了 这个市况都比较好 那 那 整个状态就是这样 那 而 另外 另外 有一个迷是什么呢 就是A股 A股 这段时间 你会发现 其实港股 虽然跌了 但很多时候 港股也没有A股那么差 A股就跌得更金 其实它不是跌得更金 但是 太小 被人的感觉 就是 不对了 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 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 今天早上我们在群里面 有个短线的市欢 有个 也天线的市欢 就是短线的 是看到上证捉底的 就是看到上证有机会捉底 会反弹 那今天反弹 那确实是反弹 那 那 不过 它是不是可以维持得到呢 那 那我们解释一下 究竟为什么最近 它会跌得这么厉害 那 原因是什么呢 不多不少 我们都是一份拖累 大家记不记得 早一段时间 但是呢 我们是在说 可能四月的时候 就是说 国家准备放水 我们准备放水 源自于 就是说 我们会 重启买债 买债就是 在二级市场吸收 央行会去买的 财政部发债 我们在二级市场买的 中间都是经过一些 券商 银行 先去做一个 筹资 然后再在二级市场买回 那 是一个 挺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市场就爆起了 当时我们再讨论 这个叫做 继次货币化 货币货币化 就是讨论这几个 这几个点 结果就 升了 大家也会 预期你放水 预期你 预期你给钱出来 但是呢 最近 在上个月开始 上两个礼拜 上个月 也是 上两个礼拜 就出了一个什么状态呢 就是突然之间 央行180度转态 转态说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可能呢 会 在适当的时候 我们会多些债资出去 就是 反过来 之前我说 我在二级市场买回来 现在不是 我说我会再多些债资给你 那市场的解读是什么 就是 很简单的 就是 买债进来就放税 给钱嘛 买入债换钱出去嘛 那现在不是 我给一些债资出去 那就换钱回来 那就收税了 市场就这样解读了 但是 这个是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呢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这样的 这件事是一件的 怎样去解读的一件事呢 这件事首先就是 我们要知道 早前 配合了一件 那个 我们国家还出了另外一个 计算 这个 超长的国债 就是30年 一个 20年 30年 40年 50年 这些这样的债 那 就说会印多些 那 好了 为什么它会印多些呢 第一个就是有个需要 我们需要用钱 第二就是市场呢 我们记得 我们是 两三个月之前 三四个月之前 说 外边的人 不停地买我们的国债 是吧 结果 你现在听到新闻 是的 当时我们说的 判断也没错 也说当时 最应该买的就是 债 其实中国的股票也应该在那时候买 整个大环境 应该这样考虑 结果现在走出去也没错 它都是这样 上了来 然后 买这个债 因为这样 就导致到 为什么呢 因为在市场 现在你可以做到的投资产品 不多 风险低的不多 现在说成头债 大家都很害怕 都不买了 之前那一陣子都抢成头债 现在没有了 那又没有什么理财产品 你敢买 理财产品有也好 收益也不高 因为没有什么好收 没有什么好投资 那变相呢 就去买债 而且也对 那个仗限核里面 也是对的 那我就去买 然后买到什么呢 买到就是 喂 现在想想 他可以拍两厘多 然后我 可以十年二十年 都继续保持这条数 如果未来经济不好 再减息的话 咦 我的债还可以升 我还可以赚差 在这样的图片下面 大家都去买 大家都去买债 那变相呢 就令到 中长期的债 那个债价呢 不断斜高 知识就下跌 那 所以呢 而再加上 还有投机的人进来 所以呢 央行就出来说 不想令到 你们这些人 是 最后会损失 因为你说两厘多 你扯到这么高 你是没钱赚的 如果他之后不减息 你就是 他在那里 他还加息 警察好一些 他还加息 回头 你的债跌下去 你就会输钱 所以呢 他才说 他们会在适当时间 再给多些债钱出去 其实就是要告诉这些人 你不要炒啊 我会继续供应出去的 那等你们去买 其实是想换和债市 因为同一时间 当债市好热的时候 他会抽走很多资金 令到股市也下跌 所以在双重打击之下 A股呢 其实表现是再差 我觉得是再差 我们港股 港股跌下去 那一刻是比较急 但是他那种无力感 我觉得 没有A股那么厉害 那么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就令到市场认为 喂 原来你是这样的 你是收水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 他是 在给你们一个画面 你不要乱来 而同时间 其实 他就算多些债钱出去 他可能是偏向长期的 但是 其实不应该他买债的 他二级市场 可以买其他年期的债 可以买中短期的 同样可以给一个钱出去 还有他也说到一点 就是我们都知道 长期的债钱 是比较波动的 你是要面对比较多的问题 所以也怕大家要承受这些 同时间 如果你拿去做抵押的话 你更加 某一天 你可能会被人召喚 都不出奇 所以整件事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转到去 如果这件事 慢慢消化了 解读 好了 那事情就会有效果仗 整件事 就是这样的状态 那么 去回到最现实的问题 就是我们 讲过 反弹是合理的 首先这条反弹 第二 就是 刚才那件事 不应该让它跌那么多 应该上去 好了 大家都最关心的问题 是弹不弹呢 刚才也说了 185里要过得到 站得到 你可以加仓 可以去拼 然后后面 就要消化 这一口 188到190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如果你当日见到它 是消化得到 上一岛去 那 可以追加多一点 可以追加多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 面对什么呢 除了刚才说的 FOMC 这些 就要面对美团的业绩 美团 明天我会 早晨灵灯 我会将 几只大股的走势 我会详细列出来说 就好像昨天说 港道指、纳指 那些股票 我还想说 可以留意一下 PFE 这些美股 都已经是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这些很厉害 Wallman Hood 那时候我说 这位置都买了 17-18元 然后被骗了 扔了上去 又突下来 我都赢钱走 但是赢不了 我都想不到 后面有这么强的走势 我当时也认为 它会有机会再升 很厉害 这个东西 很厉害 其后卖卖 我觉得其后还可以买 它改了趋势 这个东西是有些受惠的 我想说一下 PFE PFE似乎要突破 首先 PFE 它是一个年跌的 一个态势 跌了再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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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都升的时候 它会落了 其实合理 它是防守股warz 那些钱 他们是不喜欢排级的 但是 即每个人看过去 曹派说 各行 还有东行 新兴的蓝灯笼 接着便会升 升了 然后股市便下跌了 好吗 淺着它 这赢 这赢 有些預示是這樣的,你要留意 假設市開始要跌,或者開始要調整 美股調整的機會很大,你要留意 這些股有機會會上,如果我撇開不想這個問題 看看形態有沒有機會上呢 業績好像也不是太差的 我覺得都可以博一下,始終是這麼低位 還有他有錢賺,都是一間好的公司 會去多少錢呢?一兩成吧,美股很難猜 你不斷升,不斷升 我們那隻NVIDIA 出口股份量真的可以去到1200元 我都說了不要低少它 我們會選這隻NVDL 那時候不是在這裏搏的,中了一口 那時候,那天早上,我已經和大家計 1200元去到1200元,真的不止1200元 那現在問題是,它拆了股之後 它是不是還可以升呢?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這裡,它不肯跌,這些還可以比一下 隨時還可以比一下 這個不是跌下來的樣子 隨時還可以比一下 不要看得它這麼膽 但是近這一個星期 講真心話,近一兩個星期 是幾難查,幾波動 希望未來就不要那麼波動 希望可以順利利一點 好嗎? 今天又說了一集首次戰報 多謝大家 記得 沒什麼我記得了,就這樣吧 OK,多謝大家,再見,拜拜 再見